欢迎大家来到有广宁和我这边给大家带来的 如何构建一个企业级安全的Apaq Passer分享 在此之前先重点介绍一下咱们社区大佬广宁 他是Apaq Passer的Committer 也是Stream Native公司的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 而我这边是Stream Native的Customer Success和Technical Support 欢迎大家多多交流 对于Stream Native这家公司 它是由Apaq软件基金会顶级项目Apaq Passer初始创始团队创建而成 那么熟悉咱们Apaq Passer相关的同学应该知道 它是一家在Apaq Passer背后的商业化公司 其目标是打造一个下一代云延伸P6融合的数据平台 OK那么咱们言归正传 对于Apaq Passer来说 其一开始就致力于创建和提供一个企业级的安全保障 非常有特色的是什么呢 它提供一套可以选择的安全组合 咱们常见的包括像认证授权 不在话下 那么对于传输加密 现在是支持TLS和MTLS 那么对MTLS来说 它是对客户端和服务端做双向的检测 那么还有非常强调的 咱们是Apaq Passer是支持端道端加密的 这一块的话是仅producer和consumer是可以去解密数据 对于整个Passer来说 这个数据它都无法去解开 端道端加密可以认为是最 对于数据来说是最强的一层保障 那么对于认证来说 Apaq Passer呢 它提供了一个全电路组件的一个认证 那么这一块在我们后续的图片当中会有详细的介绍 对于授权来说的话 我们是支持简单有效的SEL这种方式 那么对于安全 同时提供了一个高扩展 易定义的一个安全框架 那么我们认为除了提供一个高可用 强度非常高的安全组合 那么它容易使用和容易扩展 也是安全很重要的一个层面 那么对于认证和授权来说 它是可插拔式的 对于整个代码结构 它是非常容易集成的 那么非常有特色的是 它是同时支持多种认证的认证链 认证链的话 可能在咱们公有云 或者说是将Pasa作为服务 提供给多个用户 多个客户的一些 咱们的商业公司可能会更有用 我们可以同时提供多种认证的方式 供客户去选择 OK 然后也支持认证的缓存和检测的机制 对于我们去可以定义这样一个 Level 0级别的全链路可信的安全 那么这一块的安全呢 可能是说是方便的做测试和验证 那因为这是一种完全开放的集群 OK 那么咱们可以重点看一下这块的图 图力这一块的话 对于授权 那么有一个叫Approved打勾的一个图标 那么认证我们常见的是用这个指纹识别 来作为认证的图标 那端到端加密呢 是有把钥匙 传输加密就是咱们常见的SSL 那么这边有个重点呢 就是加密数据流是 我们认为是一个绿色的 是一种可信的一个状态 它是加过密的 那么未加密的话 它这个颜色可能会比较跳远 是一种橙黄色的标识 OK 有了这样一个图力之后 我们后面会有几张图 给大家重点去讲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全链路可信 我们认为是 所有的链路节点的话 都没有做这个认证 认证授权和加密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对于producer端数据 可以直接写到我们这个PASA里面来 PASAbroke呢 到Bookie也是完全的透明的写入 同时对于我们ZK原数据的一个交互 也是完全透明的 那么全链路可信的情况 那么在企业级的应用 可能是作为一个测试和验证去使用 OK 那么接下来就来到于 来到了我们内网可信的level1这样一个级别 我们认为 在producer端数据做传输 加上SSL这样的一个传输加密 那么到我们broker端之后 我们认为从broker到Bookie到ZK之间 都是内网可信的 那么这其中的数据 我们就不再做传输加密了 OK 那么producer进来到中间这一段 我们认为是两段 这个呢是通常是满足于我们常见的 常规的一些使用方式 OK 这个TSL呢 这个传输呢是加到broker这个层面的 是到broker这边截止的 OK 这是我们认为是内网可信最常规的一种方案 对于内网可信 我们同时还会加上一个proxy 那么这一块可能会多用于 我们可能是一些公有云或者私有云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地址通过proxy暴露出来 以保护broker它真实地址的一个安全 那么这一块需要注意的是 proxy呢是需要做认证的 那么这个认证呢在broker单也会需要去做 但是呢passa这边呢是支持 去把proxy的认证透传到这个passa上面来 所以只是说多加了一层proxy的一个认证 那么整个内网还是可信的 所以还是level1级别的 它的TSL呢是到proxy这个级别 OK 那么对于TL 对于常见的外层 我们可以加一个LB做一个负载均衡 那么其实跟上层是一样的 跟前面一个案例其实是一个道理 OK那么对于L2级别的一种组合呢 我们认为当你的内网不可信 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个全链路的传输加密 同时开启全组件的认证 这个呢就跟前面的章节有所印证 我们支持所有组件 所有组件去开启这个认证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指纹 在每个组件上面去都要去加 同时中间的传输呢都是绿色的箭头 代表呢它是经过了咱们这个传输加密的 这个是在我们内网不可信的 这种场景下呢是非常常用的一种配置方案 OK那么来到我们可能比较 比较不常用 但是也是安全级别最高的level3这个级别 如果你的服务不可信 这个服务不可信可能可能是要打引号的 就意味着我们不会把这个数据交给服务端去处理 或者说服务端它没有任何手段能够检测到 我消息里面的内容 OK那么通常可能出现在是第三方提供这个PASA服务 那么我们为了企业的安全考虑 可能是默认认为这个服务是不可信 这样子以保护咱们企业数据的一个安全 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提升呢 就是增加了端到端的加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钥匙 在producer端我们就做端到端加密 然后整个过程通过SSL这个传输 传输层的加密 然后防止中间人去做攻击 然后整个链路你看都是黑色的箭头 从LB Proxy到Broker再到Bookie 以及到ZK原数据的处理 全部是端到端的一个加密 然后最后的数据呢 是只有consumer才能去获取 才能去有这个密要去解开 那么所有的组件当然也是作为这个认证去增加的 那么这个就我们简单称为是端到端加密的这种方案 其实它是端到端加密 同时全链路做了TLS的传输加密 同时是全组件的一个认证 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一个端到端加密的一个方案 OK 那么接下来讲重点 我们PASA这边它的一个可插拔式的插件体系 那整个插件体系最大的利好 就是方便咱们用户 咱们商业的一些客户去做一些自定义 对于PASA的服务端来说 像BrokerやProxy是会对客户端做身份认证 并记录一个如我 作为一个后续授权的一个客户端身份标识 那这一块呢是咱们PASA这边 一个认证和授权的一个基本机制 那么对于默认支持的插件呢 其实已经包含了很多 TLS呀这个是雅虎的 还有咱们大数据领域常见的像Kobras 像在Web领域常见的JWT 还有咱们非常在常规去做身份认证的 OAuth2 当然还有Basical的一些认证 那么这些认证 当然我们企业会有自己的 我们可以去很容易的去实现 我们这样的一个接口 后面有说实现咱们认证的插件 然后自定义自己的一个认证插件 OK然后这里面也提到了 这样一个链式认证 链式认证 它是同时支持多个认证员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配置 Authentication的Privators 它是可以配置 第一个我们配置了一个Private Token 这种常见的JWT Token的这种插件 那么也可以配置一个Basical的一个认证 这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您有一个认证通过了 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合法的用户 这个有很多用处 比如说我们开源 可能有些组件对认证支持不全 那么我们可以找 用它已经支持的认证去实现 这样子的话就不影响我们对功能的使用 那么对于商业用户来讲 我们可以提供多种的认证 让方便商业的客户 做客户端的一个介入 OK 对于Pasa来说 它的健全插件呢 目前支持两种 那么默认的是咱们 OK Sorry 自带的这个authorization的Private 同时呢 我们还支持multi-rules的 这个authorizationPrivate 那当然这个是仅适用于咱们 仅适用于咱们认证插件是JWT的这种认证方式 OK 下面简单讲下认证流程这一块 对于咱们Blocker这边去启动的时候 然后呢会启动一个Blocker Service 那这一块呢 这个Block Service就会去创建一个认证的Service Authentication Service Authentication Service会从咱们的Blocker.config 配置文件里面去获取 用户已经配置去指定好的认证插件提供者 Privateers 获取之后呢 它会调用咱们Privateers里面的init方法呢 去初始化所有的认证插件并且换存 OK 那么认证的触发时机是发生在客户端建立连接时 客户端呢会将一个command content去发送给Blocker 那么Authentication Service会从这个command connect的这个连接当中 获取认证的一些方法 一个auth master name 这就是一个字符串的标识 像JWT 那它可能就是一个JWT的字符串 那Kervis呢 可能是一个JAS这样一个字符串 OK 这样的一个Service呢 在会根据已经缓存好的这个插件 这一部里面 去调用Authentication方法进行认证 注意啊 缓存认证凭据和认证的过期检查 这一块呢 是我们会有一个auth.challenge 这意味着客户端在第一次建立连接之后 后续在一定范围内 它是不需要再去有服务端 也就是咱们的passer broker做认证的 因为它会有一个缓存 它会去缓存咱们那个票据 但是缓存的同时 它也会做一个过期检查 就是咱们的一个auth.challenge 默认的它的一个刷新时间是60秒 也就是每60秒 它会向客户端去发送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challenge 它会去告诉 它首先会去检查 我们这个认证有没有过期 过期之后会要求 咱们的客户端去做重新的认证 那么健全的流程呢 就相对简单 流程也是大概类似 同样也是broker service这边呢 去创建这样一个授权的service 那么授权的service呢 从我们的这个broker configure里面 就获取到授权的private 授权的提供者 获取之后呢 去换存 OK 那么权限体系 这边特别要拿出来讲一下 咱们整个的权限体系 支持的健全级别呢 可以说有四种 首先是整个broker级别 那么它的支持呢 是支持到这个superuser 我们可以在broker里面 配置一个superuser 那么对于superuser来说 它是整个集群 对它来讲是畅通无阻的 我们看它的代码也可以发现 其实它所有的健全 只要认为它是superuser 那么所有的健全就直接返回 就通过 那么对于这个tenant 租户级别呢 是支持这个tenant的admin 这样一个角色 对于租户来说 它会有这样一个admin的管理员 那这个管理员 主要用途就是用来管理tenant 下面的资源 尤其是像namespace和topic 还有后续的方形等等 他们对里面的资源做一些管理 也就是说我租户管理员 就足够去管理了 OK 那么对于namespace来说呢 它的权限是支持produce consumer 还有一些functions相关的一些权限 那对于topic来说 它是支持produce和consumer的 OK 简单但是很实用 那么咱们在实现这样一个插件的时候呢 有几个注意点 首先咱们插件在做初始化的时候呢 是可以获取到broker级别的配置信息和管理员数据的 OK 然后你每次健全呢 是需要去先检查 它当前传进来的用户是不是超级管理员 或者说是租户管理员 这些用户是有些特权的 你是需要去优先去处理的 那么最后你再去检查具体的一个权限 OK 那么注意啊 只有这个superuser或者说这个租户管理员 才能为用户付权 这是一个注意点 那么接下来呢 重点我们就讲一下 如何去实现一个自定义的插件 那么本次案例呢 是一个健全插件作为一个入口来讲 那么背景的话 可能说咱们是需要一个界面化的 界面化的健全 那么对于选型 那我们使用了大数据领域常见的健全组件Ranger 来做界面化的一个权限管理 然后呢 将使用Ranger完全管理权限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 包括权限的数据 之前可能是存在ZK里面 那么本次的话 就是完全由Ranger去管理 那么同时 权限的触发 权限的 它的一些配置和定义 都是在Ranger里面 那么将完全脱离咱们PASA自带的 围绕ZK去管理和构建的这样一套管理 权限体系 那么简单说一下咱们的一个开发流程 那么首先你要根据PASA现有的权限体系 然后结合Ranger的权限结构 将PASA注册为Ranger的一个服务 这个很好理解 熟悉Ranger的同学可能知道 咱们Ranger上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服务 那么在此就是把PASA也注册为其中的一个服务 OK 那么在权权插件 要实现PASA的健全接口 这个更好理解 那么呢 在接口里面呢 你要创建这个Ranger的客户端 然后去连接这个Ranger 整个逻辑就非常清楚 创建服务 然后实现健全的接口 然后接口插件里面呢 去实现Ranger的一个客户端 去连接Ranger的服务 OK 那么对Ranger这边呢 可能有一个比较重点的定义文件 首先你要定义相关的资源 在咱们PASA来讲的话 它可能就包括租户呀 命名空间呀 以及Topic 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这是它的一个Resource 这样一个JSON文件 那么这里面定义的一个资源 就是Tenant OK 那么细节的话 可能在这里就不多描述了 那么重点呢 还有一个就是它定义它的一个权限类型 我们对于这个Tenant 或者说是 这里举的一个例子 并不是左边这个 我们会有一些生产 消费或者方形相关的权限 可以定义到这里面来 那这里举的一个例子呢 是Producer和Consumer 那么前面在权限体系 我们也说过 比如说在Topic级别 是我们是有这两类权限 常见的这两类权限 OK 那现在呢 可能是有一段代码 对于PASA来说的话 它的见钱接口 重点有哪些实现 需要去做的 那么这里呢 可能是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是有一个方法 叫做A Low Topic Operation A Think 怎么去一步获取 Topic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里面呢 它的权限的方法呢 会接收到 Topic相关的信息 那你传进来的 角色的信息 以及你的一些权限 当然还有你健全的 这个日期 我们判断你 要判断你有没有过期嘛 那么所有的操作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 首先第一步 我们日志先不看 我们看第一步 Ease Super User or Admin 这个就非常的清楚了 你首先要检测 你当前传进来的这个Rule 是不是超级管理员 或者是租户管理员 然后你要做定义的处理 那么如果不是 那么权限会走到下面 那么我们这里面定义了 相当细的权限 但是其实很多权限 可能在PASA这边 还没有做实现 那么我们Ranger这一次呢 可能就实现了一些 包括像Lookup 还有Produce相关的一些权限 Consumer相关的权限 OK 那么具体的一个实现 我们以Can, Produce, Async 作为这个方法 作为一个例子来说 那么对于这边的话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把我们资源相关的信息 传到我们这个数据Resource里面来 那这个Resource呢 可能是Ranger这边定义的一个类 在这里面你需要把你的租户 命名空间 Topic相关的信息 也就是你的资源信息传进去 去构造这样一个资源 那么再构造这样一个Request 在这里面呢 去定义相关的 和配置相关的一个资源信息 那么当然这个方法呢 是走到这里就相当于 客户已经在请求你当前的 有没有相应的 类似于producer和consumer的相关的权限了 OK 那么当你把这些 用户传进来的信息封装好之后 然后去调Ranger的客户端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Ranger plugin Easy Access Loader这样的一个键权 你的请求和它插件里面 已经获取到的一个策略 权限策略信息 做一个匹配 那么对于权限的结果就很容易去做 是true和force这样一个结果 OK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更内部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对于健全的实现也是比较容易 而且我们这边因为已经有很多的实现的案例 可以去参考 那么实现完了之后呢 就会 可以在Ranger里面呢 就可以做这样一个界面化的一个负权了 这一块的话就相当于 我们既把我们Pasa的安全性和Ranger的界面化操作 这样一个友好性 给结合到一起 实现了这样的健全 那整个过程其实看起来也并没有很复杂 可能就是围绕着Pasa的接口和Ranger的这样一个客户端 和服务端的一个交互 然后完成整个健全的一个实现 OK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做一个负权的一个演示 OK 我们这边的话会有一个环境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Ranger这边 我们这边已经定义好了一个服务 整个服务 有个Pasa服务 OK Pasa服务的话 这里面呢熟悉Ranger的同学应该知道 这里面是对一些策略做定义 我们点进去其中的一个策略 OK 你就可以去定义咱们Pasa里面的像Tenant的Namespace和Topic相关的资源 以及这个资源有哪些用户 以及他们有什么对应的访问权限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用的像Produce和Consumer这个权限 OK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以这个PasaUser1作为一个用户 这个用户呢 目前只有Consumer的权限是没有Produce权限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演示一下 我们会演示 简单的 首先用超级管理员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命令 因为我把这个命令做了一个封装 它这个命令其实就是替换了一下里面的一个参数 然后用这个PasaAdmin的一个用户替换到了这个ClientConfigure里面 OK 非常简单的一个替换 那么我们是用这个TestProducer这个Alice去做生产的一个验证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去调用PasaClient的 去向咱们这个Broker去发送十条信息 OK 十条数据 那么还会有下面一个用户的一个验证 那么这个用户呢 就会切换到一个普通的用户 我们刚刚在界面上说的 它是一个普通的User1 那么它呢 也是会把自己PasaUser1作为身份 去覆盖到这个ClientConfigure里面去 OK 这是我们要演示的几个命令 OK 我们首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当前如果使用超级管理员 然后去发送一个Producer 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我们这个服务器可能是在比较 环境不是特别好的地方 速度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慢 OK 我们稍等一下 OK 这个我们已经成功连接上 并且已经发送成功了 这是超级管理员 其实我们并没有在界面上做任何的付权 OK 超级管理员是我们默认是可以通过的 这个是我们写在Broker级别的配置文件里面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我们做这个 User1的用户切换 OK 我们producer这边没有produce 那个user1没有produce相关的权限 可能这个网络环境不是很好 OK 但是呢 报是一个arrow 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他说这个用户是没有访问这个topic的权限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把这个produce的权限加上 我们做一次保存 OK 我们这边可能会等待个几秒钟 然后等待咱们服务端可能会去同步最新的 策略信息 然后呢 再去做下一次的测试 OK 我们做一下测试 OK 网络已经连上了 OK 消息看起来发动已经成功了 OK 成功发动 OK 这样子的话 我们整个权限的控制呢 就用Render这边完全的控制起来了 OK 然后我们做一个整体的回顾 对于 对于咱们 Apaq Pasa来说 它首先是提供了这样一整套的安全组合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咱们企业内部的对安全级别的一个要求 然后配置不同级别的安全配置 从端到端到传输加密到全组件的认证等 然后我们可以去实现这样一个企业级的 咱们自己去定义一个可插 把定义一个插件 包括认证和授权的 OK 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它的一个认证的流程是怎么样 然后它是建立的时机是什么情况 然后对授权来说 健全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权限体系的话 我们可能支持四个级别 包括从Broken Namespace Tenant Topic等等 OK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自定义的一个需求 那么本次分享呢 是以一个界面化的方式来完成授权 那选取的案例呢 是Ranger OK 那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完整的 从代码实现 配置到界面化操作 和演示这块的一个操作 OK 那么接下来呢 将交给咱们社区大佬广宁 来带来更多的安全方面 尤其是在云渊声上面 如何去做安全控制 OK 现在把话筒交给广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欧广宁 现在在Stumnet 5 做Cloud相关的开发工作 是Apache Passer的commentor 非常感谢前面富藤同学 对于认证和健全插件 在Parser中的实现 原理的一个解析 接下来 由我带给大家 关于认证和健全插件 在我们Stumnet 5云平台上的一些实践 从前面也提到 在Parser中支持各种各样的认证和健全插件 包括前面提到的Cuberus GDWT 还有我们一些在云平台上开发的 RDWT 以及OAWS2 其中OAWS2我们对接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平台 包括Authera 谷歌 RED 还有Octo 另外还有一些自定义的实现 这些各种各样的认证和健全插件 如何灵活的 在我们的云平台上配置 以满足各种各样的用户的需求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首先我们以三种用户场景来看一下 当前认证和健全插件的一个局限性 对于第一种场景是夸低于复制 我们有一些客户 他的集群创建的比较早 那时我们的云平台是基于Walt的认证和健全 来实现的 现在我们SUNATIO的云平台 基本上都是使用OAWS2 作为标准的认证和健全插件 因此客户如果想现在创建一个新的集群 或者从旧集群迁移到新的集群 就需要首先解决Auth的问题 我们需要确保用户的数据能够在旧集群和新集群中自由的复制 也就是旧集群中能够生产发送消息到新集群中 新集群中也能够生产发送消息到旧集群中 因此我们对Walt和OAWS2做了一些实践 让这两个插件能够共同 良好同时运行在这样的同一个集群中 第二个场景是我们遇到的 关于认证插件的一个顺序问题 在PASA中它支持链式认证 也就是对于认证插件 我们可以同时配置多个 这些插件我们期望的一种行为是 它们能够有一种顺序 也就是按照我们在配置文件中 配置的一个顺序从前到后的做认证 因为在我们的使用中 我们发现大约80%的用户请求 可能会来自于一种认证插件 我们希望这种认证请求 能够被优先处理 因为PASA的认证 PASA的链式认证机制 是从前到后 从前到后的顺序 一旦一个成功之后 将不会再做余下的处理 因此我们希望 这些认证插件 能够确保它的顺序 这样对于大部分请求来说 它能够优先被处理 从而减少剩余插件的一些 不必要的认证检查 但是当前对于认证插件类的保存 它使用了一个叫做Hashiset的类 从而这个Hashiset 它不能保证 当前我们配置插件的顺序 它当前不能按照我们配置的一个顺序 来保存认证插件 第三个场景是我们遇到了一个认证信息 传递不足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从认证到健全阶段 我们需要传递给 我们需要传递过去一个认证的状态 在RDEP中 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尤其明显 因为对于RDEP它分为主用户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场景 但是当前从认证到健全阶段 它可能只能传递一个制服串的角色 这个制服串的角色 它没有办法区分出来一个用户 或者是一个主 它是超级用户还是非超级用户 是超级主还是非超级主 这样就导致在健全阶段 不能够拿到足够的用户或应用的身份信息 当前健全插件 当前有些健全插件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是在健全时 重新再做一次身份信息的查询 这当然是没有必要的 因此我们对PASA做了一些改造 希望能够从认证到健全阶段 传递更多的状态信息 而不仅仅是一个制服串的角色 从前面我们谈到了几个场景 可以总结出 当前对于PASA的认证健全框架的一个局限 分为从认证到健全阶段 它的状态传递携带的信息很少 导致健全时 做一些不必要的重复的查询 然后是认证阶段 插件丢失了顺序 不能按照我们在配置文件中配置的认证顺序 为用户或者应用 或者应用去做认证 它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认证检查 最后是在一个集群中 它当前仅支持配置一个健全插件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云平台上 不同的用户他有不同的需求 可能很多用户他希望支持多种健全方式 因此我们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统一的认证和健全框架 我们希望他能够从认证到健全阶段 能够传递足够多的信息 在认证阶段 并且能够确保我们定义的认证插件的一个顺序 就是严格的按照我们在配置文件中配置的 去做认证 最后是我们希望 在云平台上能联活的支持 各种各样的认证和健全插件的一个配置 首先对于认证状态的一个传递 我们在PASA中实现了一个 Authentication Data Source的类 在里边有一些抽象的接口 用户或者我们开发者 能够实现这些接口 从而实现从认证到健全阶段 传递更多的信息 而不仅仅是一个制服串格式的角色 为了确保认证插件的顺序 我们更新了认证插件 到LinkedHashset的类型 这样能够严格的确保 在PASA中的认证插件 能够按照我们之前 在配置文件中配置的顺序 来为用户或应用的身份 做一个检查 从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认证操作 最后是一个统一的健全插件 我们实现的这个统一的健全插件 它能够兼容当前的各种开源的健全插件 也能兼容当前一些我们自定义的健全插件 并且在我们的一个集群中 我们可以同时配置多个健全插件 以上是我们在云平台上的 对认证和健全插件做的一些改进 最后是我们在云平台的开发过程中 用户或者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其中一个是对于自定义的认证插件的 一个异常处理 我们应该始终让它抛出 Authnication的异常 因为对于链式认证来说 它不能处理其他的异常 一旦接受到其他的异常 将中断当前的整个链式认证的过程 再一个是我们Auth2插件的 一个Token刷新 在PASA中 一旦一个客户端连接上Broker之后 它将会保存 保存当前的连接状态 保持一个TCP的长连接 在PASA的Broker端 它有一个定时任务 会定时刷新 然后检查Token是否过期 一旦Token过期 它将给客户端发送一个Auth Challenge的请求 一旦Auth Challenge的请求 被客户端收到 客户端将会响应一个Auth Response的请求 然后Broker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会更新当前的Auth状态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认证之后的一个状态 它会把当前刷新过的Token 重新保存在那个状态之中 在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中 其中对于非加坡语言的客户端 它不能正确的处理 Service Not Ready这种异常 从而导致在Token过期之后 它没有正确的给出Auth Response的响应 因为因此它不能重联 它不能正确的处理重联 从而导致使用了Auth 2插件的客户端 会出现GWT Token过期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已经在新的版本中被修复 以上就是我们在开发PASA云兵台中 对Auth对认证和健全插件的一些实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